熱騰騰的紅豆湯 裡頭怎麼藏著迷你板 南瓜跟茄子 這些可不是蔬果模型 而是趣味湯圓 週二就是冬至 其實湯圓也能再加DIY 只要準備好糯米粉 地瓜粉以及紫心地瓜粉後 將它們均勻攪拌 就能開始塑形 太濕的話它就容易黏手 然後再來就是不能太乾 太乾的話 太乾的話你就不容易塑形 把做好的黃色和紫色糯米糰 揉出圓球造型再加上蒂頭 不過別忘了 先用手邊的小刀子 壓出南瓜紋路 做湯圓就像玩黏土一樣 發揮天馬星空想像力 市面上販售的包餡湯圓 也能發揮巧思 創造新吃法 香蔥粉掃上去之後 再鋪一層我們的柴魚片 柴魚因為遇到熱開始就會怎麼樣 會在上面跳舞 所以會非常的好看 最後淋上醬油膏以及芥末 湯圓馬上化身成日式章魚小丸子 口感別有一番風味 湯圓除了傳統吃法外 其實還有其他變化 利用我們的吐司 把它壓一片之後 把湯圓包在裡面 然後壓膜再拿去油炸 就有點像炸冰淇淋的方式 那裡面的口感會非常的軟Q 因為有麻糬 有糯米 糯米的還有裡面 一層甜甜的芝麻餡 儘管湯圓口感Q彈 又餡料滿滿 但畢竟糯米比較難消化 再怎麼好吃也別吃過頭 記者沈正茂謝維新北市報導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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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